第一个方面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中国传统建筑的它的构成特征 主要是一个建筑单体 它是怎么构成的 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个民族的建筑 自己特有的一些构成方式和风格 但是这里呢 我们主要介绍的是汉俗建筑 它的具有代表性的 它的构成方式和艺术特征 这里边呢 也主要指的是 在汉俗地区 一些具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类型 如宫殿 寺庙 园林 等等 特别是皇家建筑 它代表了一个时期 一个朝代 它典型的这种构成方式 也代表了一个时代 一个民族 它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和技术水平 具体 一座建筑 它是怎么构成的呢 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的 在中国宋代的时代 在中国宋代的时期 有一个著名的工匠 叫于浩 他当时 写就了一本 专业的书籍 叫穆金 当然这本书现在已经失传了 在这本书中 他当时记述了一个建筑组成的规律 就是说一个建筑 它是由主要三部分 也就是屋顶 屋深和台积 这三部分组成 他在书中 把这三部分分成了 叫上分 中分 下分 我们从这个构成当中 就可以具体了解到 一个建筑 它的构成的一些特点 首先 下分 也就是一个建筑的台积部分 这个台积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知道 中国采用了木结构的方式 木结构本身 它是一个由框架组合的 一个木构架 属于 比较轻盈 浅积的做法 就是基础比较浅 靠着这个建筑整体的构架 处立在一个平整的基础之上 这就需要 这个基础比较平整 不需要很深的基础 不用埋伸很深 另外 中国的古人席地而坐 他需要一个室内 一个平整的基础 进行日常的生活起居 这就造成了台积 它的功用 就是它的主要作用 既变于整个木结构的稳定 又变于人们在室内生活的便利 这是从作用角度 再一个方面 从造型角度 刚才说到 中国古建筑 主要由三部分所成 其中 中国的屋顶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构架 造型上 也是非常显著的部分 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 高大的台积 进行相互的扶持 就会显得 整个建筑非常沉重压抑 所以从造型比例上 建造一个坚实高大 稳定的基础 从造型上也是非常必要的 再有 中国传统社会 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这个台积的作用 也起到了一个 等级分明 变明身份的这么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 台积的 它的材质 有夯土的 有砖器的 也有石器的 另外 在台积的造型上 细部的装饰上 有很大的区别 例如 最隆重的 等级最高的 我们叫 虚密座台积 在中国古代当中 一些重要的建筑 比如宫殿 寺庙当中的一些大殿 都采用了这些台积的形式 以衬托它的重要性 和它的高贵 再有一个 就是台积 它的构成 也非常复杂 刚才说到 由于它的等级不同 在这个台积的构造上 也分成了很多 细致的做法 除了气柱的 高达台积之外 还加有栏杆 踏步 散水 等等这些构建 从而构成了 整个台积的 它的总体形象 比如说 我们 这两幅图所表现的 中国古代建筑的 台积的这种造型作用 一幅是 北京的天南起年殿 另一幅是故宫的三大殿 它们都坐落在 高大的 用汉白玉 铸旧的台积上 而且台积都是做了三层高 以衬托建筑的重要性 反映了台积的 在整个建筑 它的构成上的重要作用 这是说台积部分